武汉三条地铁同日开通 川江跨湖的轨道地下王国如何打造 新华社武汉12月26日电 地铁没了驾驶时 无人驾驶 科幻感十足 26日上午 在湖北首条全自动驾驶地铁线路 武汉地铁5号线 市民孙景月透过列车头部弱大的玻璃 观赏隧道内和地面上飞驰而过的风景时 忍不住感叹 当日武汉地铁5号线 6号线27 16号线三条线路同时开通 百湖之市武汉一次性新增地铁线路里程 75.2公里 车站42座 实现轨道交通市域全覆盖 12月26日拍摄的武汉轨道交通 16号线贵子湖站 没有地铁的时候 从汉口到武昌 坐公交过江要两个多小时 私家车越来越多 补得水泄不通是常事 65岁的武汉居民谢阿姨说 修桥修路远不能满足江城三镇 超过千万市民的出行需求 2004年 全线高价的轻轨一号线 开始在武汉运行 武汉成为我国内地第七个开通轨道交通的城市 从地上到地下 却始终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 为了穿越溶洞重灾区 人工杂田土超前埋断等诸多屏障 武汉地铁集团建设团队开决区间隧道 修筑泵房联络通道 并根据不同地质条件针对性采用顿购 人工开挖等施工方式 历史5年 2012年 轨道交通2号线17工程开通 跨江远距于通行时间 由此缩短一半 按照国家批复的四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至2024年 武汉地铁通车里程将达到606公里